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那次的失败呢 之后的生活 我觉得就是发生了很多事 就是无论我做些什么 都会多了很多的骂声 指责声 批评声 质疑声 渐渐的呢 我也开始怀疑我自己 是不是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我真的差到了什么都不能做 真的差到除了公园以外的所有活动都不可以去参加 所以我觉得我的自信越来越少了 做什么事情都会要提前想一想 我这样做会不会被骂 我这样做有没有资格去接这个通告 所以我有很多时候想要放弃 但是看到我的粉丝 他们都在努力的安利 努力的宣传 努力的鼓励我 然后告诉我 就是很激励我一直 每天都要转很多的东西来告诉我 鼓励我 就是因为看到大家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丝希望 所以就是那么一丝丝的希望 我想把它变成一大片光芒 嗯 这一次呢 我想去年我想要的名次是20名 这一次呢 我就一直在考虑我到底想要多少名呢 因为我真的不想四年了 我的目标越来越低了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20名好像真的离我很远 所以我希望这一次我的名次是32名 嗯 我真的想要向前迈一步 也希望自己能够站在舞台上 告诉大家我的名字 嗯 希望粉丝这一次能跟我一起努力 嗯 这一次真的拜托了 谢谢大家 这次你们不能再来